所谓怪物 指的是那是未经科学家证实的怪异生物 怪字代表着少见 而在这个地球上 又有多少未知的物种 大家好,我是希儿 欢迎收看本节的恐怖时录 今天这集 就让我为大家带来 五个被拍到的不明生物 2008年 YouTube上出现了一支标题名为 冰州白色大脚怪的影片 据说 该影片拍摄于美国冰州的卡本戴尔 这是一个古老的小镇 拥有美国第一个地下矿景 而在这里 也一直流传着有白色大脚怪出没的传闻 甚至还有民众目击 2008年7月 有一个卡本戴尔的农民 在深夜里 被听见了朱家后方的树林 有些不寻常的动静 他便拿着摄影机和手电筒 在黑暗的树林中搜寻着 一个身高超过两米 全身白发人形生物 在被发现的瞬间 便立刻逃走 他相信 这就是传说中的白色大脚怪 而后来有网友分析 这个生物的身形巨大 且他在逃跑的时候 脸部表情还有细微的变化 因此 可能并不是由人假扮的 难道 这会是传说中的白色大脚怪 接下来这支影片 拍摄于2019年 在葡萄牙 有民众目击了一个 诡异的类人生物 尤其是优优独播剧场 用旁边的灌木来做比较 这个生物的体型 非常的高大 甚至可能超过三米 它有着昌白的身躯 并用双脚行走 随后 消失在灌木后方 有人说 这很有可能 是当地流传的一种传说生物 卓博卡布拉 是一种会攻击山羊的未知生物 并吸山羊的血 因此 又被称之为西洋者 卓博卡布拉的传说 始于1980年代末期 最早的报道 出现在博多黎各 当时 有民众饰养的八字山羊 突然死亡 身体上有不明的抓痕 且血都已经完全流干 后来陆陆续续 在中南美洲 和大西洋周围的各个国家 都有类似的目击事件 但卓博卡布拉 始终是个未被证实的生物 你有看过会移动的书吗 一名来自美国的空拍摄影师 意外的在森林里 拍下这个画面 几棵高大树木 正在聚恋地摇晃着 最后甚至有一棵树 像是会走路一样 移动了好几公尺 随后他走近一看 树木早已被连根拔起 这奇怪的现象 不禁令人好奇 究竟是地底下 有什么力大无穷的生物 足以移动整棵树 接下来这支影片 是两名年轻人 在二亥俄州的一块墓地 意外拍摄的 当天 在他们下半途中 经过了一块墓地 他们看见了一个黑色的不明生物 正用双手不停地挖掘地面 当时 他们只敢在车上 远远地拍摄 并不敢靠近 隔天 他们再次经过同个地方的时候 才走近一看 这间墓地 被挖出了一个深深的大洞 而这个生物 究竟是什么 一样无法得知 2016年11月 俄罗斯西南方的小镇 乌恰利 有民众在碧天雪地的夜里开着车 当时大雪纷飞 路面都被积雪所覆盖 而他们的行车记录器 却刚好捕捉到这个画面 在前方不远处 有一个全身覆盖厚重毛发生物 用双脚行走 并快速地穿越道路 这一幕 让车内所有人都吓傻了 毕竟 在这种恶劣的天气 不太会有人深夜的还在外头游荡 但如果这不是人 那又会是什么 本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每周都会持续地更新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希尔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